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回到新聞聯播 講一些兩岸國際的消息 第一單日 國家中央政府發表了一個叫做 《進一步規範網絡直播盈利行為促進行業健康發展的意見》 他就說要維持市場秩序 以及打擊那些用假貨、劣質貨品的一些平台直播的人 如果是直播帶貨的話應該是讓相關方面知道違法、違規或高風險的情況 而應該阻止那些人做推廣和引流 以及不可以虛假營銷等等 以及他都會加強稅收管理 不准漏稅、走稅等 要按法律要求立稅 以及他都有提到實施偷逃稅行為的中介機構和相關員 都要嚴肅處理和公開曝光 因為實在太賺錢和太過無法無天 所以那些大貨、常公子最喜歡那些 即是立刻去做什麼 這個是很正常的做 以及因為那些門稅門得太重要 所以沒有什麼特別的評論 但這宗新聞是內地很重視的嗎? 都放上一些版面 因為我很奇怪 這宗算不算是一宗重要的新聞 即是不是拿出一些新聞出來 但這宗我不知道 因為我也沒有什麼特別留意到 好,看看另一宗消息 話說澳洲的礦業大亨 這個Angelo Forrest 他宣布向德國提供自由能源 希望全世界都可以擺脫對獨裁者 我想他講俄羅斯的依賴 他表示2030年之前 他的集團每年可以向德國供應 500萬公噸環保氫氣 因為氫氣其實都很多年歷史 很多年都要說 如何不會像發射能源那樣 污染地球那些 而他創造的能源效力 就相當於現在俄羅斯進口到德國 每年的總量的三分之一 他就說他會在2023至2024年之間 輸出20萬公噸的輕能先 而這個合作就是跟當地一間公司 他說至少高達差不多3000億的港元 這個合作計劃支出 而現在德國有三分之一的能源需求 都是由俄羅斯供應的各種能源 如果德國一方面要達到2050年零排放 他一定要有些態度能源 如果他不想找俄羅斯的話 是,其實用氫氣做已經是,就是氫和電,還有現在的鋰電車,那些電動車,大家是一直在爭的 就是氫本身是一個很重要的,它綠色氫氣的意思就是,只不過是它製造的方式 但是製造的方式是比較綠色的,但是問題就是,如果現在做綠色氫氣,因為天然氣貴也不重要,那綠色氫氣就有一定的競爭力 但是問題是,如果澳洲呢,澳洲其實最方便呢,因為比中國什麼呢,最方便就是去中國 最便宜的就是去中國,你如果去德國的話,運輸成本是非常之重 即是貴過美國,貴過什麼的,即是那條路很難走 那除非,我不知道它應該走哪條路,難道是走俄羅斯的北極洋 又是,我搞了不知道它應該要走哪條路,但是應該會有一定的難度 是的,還有呢,它銷售的東西做自由能源,就好像美國當年銷售可有可樂那樣 但至少他們應該是可以找到一些食物 都不只能找到一些,都幾多錢 即是炒到,至少炒到,可能如果上市會炒到一些股票 即是,我覺得有少許G-up的成份 即是條路,澳洲和德國那條路,真的... 即是條路你要另外做,那條路是比較麻煩 即是經海路,你才不會經到那些獨裁國家 水路你要繞一個大圈,如果不是你會經過俄羅斯 你要繞一個大圈,那條數很耐氣 始終俄羅斯一定最便宜 在什麼來說,運輸成本是很難搞的 而且管道的運輸是最便宜的 這是內地新聞,這是關於中國三星堆 它公佈了一個考古進展銅計劃 這是新華社的消息 四川省的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就說 現在三星堆的三號和四號的祭子坑 已經結束野外發掘了 五號和六號的祭子坑 正在開展清理一些賣藏的文物 我想是用一些牙刷在掃 而有些七號和八號就開展 準備考古櫃的畫櫃工作 因為它在2021年3月20日 它在新發現的六個祭子坑 出道了五百多件重要的文物 其中三個坑就有象牙 甚至四號坑就有一支重達一百公斤的象牙 整支拿了出來 還有祭子坑也有很多重要的文物出道 那些城牆和現在挖掘出來的東西 只是佔了維積總面積的兩%左右 我不明白這些是甚麼新聞 這個也挺震撼的消息 我看不到 你發明三星堆當然是震撼 現在是三星堆 他們都沒有震撼的 他沒有一個震撼的消息說出來 我看不到 陳美宜是外星文化 我看不到這個消息究竟有多震撼 他只是一個平常的記者招待會 第一,你不是發明的三星堆 他發現了很多年 第二 你這一個也不是說了有甚麼大的 在這次的發言之中有甚麼的discovery 他有多震撼呢? 我看不到有甚麼震撼性 這是一個平常的 這次我們發現了些甚麼 我看不到他這次有甚麼大的發現 不過三星堆就可以說一下 不過你現在說一下 三星堆我都不明白為甚麼 陳美宜是外星文化 陳美宜是甚麼 因為其實應該 就我所知應該 他是跟中國的記載 巴蜀的記載 類似是華人各自 那些這樣的 那些巴蜀的記載是很類似的 其實已經有了 只不過你不承認他們兩樣東西 你就一定要承認 二里頭文化是夏朝文化 但你就不承認三星堆 那些東西 就是我們古時記載的巴蜀文化 根本上就完全是 完全是吻合的 但是你就夏商周那些 我不能說是甚麼 即是夏朝的時候 或者是 在山西的時候 那個甚麼文化 和漁朝 你也是 承認得到的 為甚麼你不承認 直接說三星堆 就是那些巴蜀文化 巴蜀文化和中國 有些 和中國文化 就是第二套文化 都被秦朝殲滅了 是 我都 如果大家去看 去當地看 都不失為 我寫的 四川很多東西去看 四川是第二個國家 在秦朝之前 是不是相同的文化 是 好 我們又看看 一個震撼的消息 就是台灣的新的政治女星 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 二十三歲的國民黨 被譽為最美執牌獎 最漂亮的 沒錯 沒錯 你先過目一下 看不見 我看得到 我看得到 比起她的老屁股 楊宇錫訪問那些 色色的老白 都好一點 楊宇錫太不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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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宇錫很離譜 這名字是329 台灣清年節 國民黨說 推動青年世代參政 現在就可以 wyncz加入 成立一個青年事務委員會 這個小時 以他是消矣宇DY宏 上任青年團執 측 relaxation 他四分是青年等最年輕 其次 角度就是 台灣的樣貌也算是有幾分知識 他又說他要誓言改革男營 他要改革男營這麼嚴重?這麼厲害?這麼大權? 但在傳統智慧上,美女的政治能量是沒有英俊那麼高的 美女很少能走出來,但美女的政治能量很高 所以不要對她有太大的期望 為甚麼? 男女有別,男人很少因為美女 女人很多時候會因為美女就不投離 而美女就不同,美女在民主選舉之中是很有優勢 自從發明了電視辯論之後 自從1960年的時候 甘賴迪對尼克遜已經是英俊發生功效 例如馬英九,很多英俊都已經是好自無不勝 同一時間有另一個 這是民眾黨的政黨 她最近提名了一些縣市議員的參選人 80後的宋品營 她本身是YouTuber,是做了英文教學的 不是80後的宋品營 80年次嗎? 80年次才加11,即是1991 哦,即是90後 宋品營 台灣計算中華民國幾年 她的YouTube的追蹤者有19萬 因為我告訴你,你說這件事 非常之錯誤的原因是怎樣 80後,40歲 你現在說是美女的問題 所以這是一定要相關的 如果你是說平時一個人的話 你就不要計算年齡 但如果你是在銷售這件事 就一定要計算這件事 是的,她被人銷售 她是台師大英語是本科 之後就入了翻譯所 現在還在讀 她的YouTube頻道教英文 好像也有很多人關注 因為我剛才說的 就是國民當一個女生 這樣就說多一個 這個你要再傳出去 是的 這個我覺得好一點 但是相片都不行 有圖都沒有真相 一定會收過來 現在這些 你可不可以找多幾張 找多幾張 沒有啊 就是她那些 因為她的YouTube那些 因為她的YouTube那些 真是正常 即是普通樣的 為什麼她的YouTube 我不信她 我不信她只有一張相片 你讓我看看 這個叫什麼名字 宋品營 營是營光的營 營火蟲的營 這個嗎 對 第三個 為什麼只有這張相片呢 這些沒有那麼好看 為什麼好看呢 你完全的審美是完全不行 現在我們不是要那些修飾的相片 我們就是要看生活相片 嗯 完全沒有那些 完全沒有那些 特級女的看相片 是品味的 明白嗎 因為現在有圖沒有真相 我們就是要看日常那些 沒有修飾的那些 我們才能看得出真樣 你不可以讓那些相片 你不可以讓那些照片看 你不可以讓那些相片看 你不可以讓那些選舉的相片看 你不可以讓那些相片看 你不明白嗎 那些是全是假的 明白嗎 我們要做新聞,我們要給真相人看 真相,什麼真相? 真相? 真相照片 真相照片,你給一些修飾的圖片就不是 我們沒有修飾的,最好沒有修飾的 那些照片才是 所以你就要找那些照片出來 這些照片多好,你看看 應該是這個 是啊,你幾好啊 你找那些人出來選舉的照片當然是不行 完全是表達不到真實的一面 真相,你記住,什麼是真相? 真相 真的相 所以台灣就有一些新的政治女星被捧出來 我們另外看到單日,話說 朝鮮在國家觀光總局下面 有一個對外網站叫做朝鮮觀光 今個月22日,有一個韓國媒體報道 他20月開始就有一系列針對外籍人士的旅遊產品 包括每年4月舉辦的平壤馬拉松大賽 還有就是一項中國和朝鮮的文化旅遊的一個產品 鎖定一些中國的高齡旅客 他出了兩篇文 但是不知道具體時間和活動是什麼時候 還有就不知道什麼時候開放 因為疫情之後已經鎖了入境 都要收錢 都要收錢 因為如果不是就很嚴重 就是朝鮮的經濟環境很嚴重 因為如果他本身是想要鎖定中國的旅客 應該是想著中國的疫情應該沒有那麼厲害 那時候就可以去到那邊了 沒錯沒錯 現在應該要再移多一段時間 是 好,那我們兩岸國際的時間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拜拜 拜拜 好,多謝大家 記得Like、Share和Comment 和Subscribe我們的亞洲電視頻道 還有希望大家利用大家的社交媒體 將我們的頻道的連結 傳給你的親朋戚友 讓多些人關注 和多些人看我們的亞洲電視 多謝大家